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来聊一下 REFound-out函数 它的第三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我们一直没有介绍 对不对 我们可以把鼠标停在这里 看一下 Person对于Found-out函数的一个说明 第三个参数是Flux Flux其实指的就是一个匹配模式 我们可以拿一个具体的例子 来看一下什么是匹配模式 好 我们现在 在我们的认责表达式的参数里面 写一个简单的认责表达式 我们想去匹配这样的一个C-Sharp 好 我们写一个小写的C 然后再加一个警号 那么大家认为这样可以匹配到吗 我们看一下 肯定是匹配不到的对不对 因为默认情况下面 小写的C和大写的C 不是一个字符 所以说它无法满足我们的证则标达式 好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我们的证则标达式的匹配 忽略这样的一个字母的大小写 好 那么这个就是第三个参数模式 可以起的作用 好 我们在第三个参数这里 加上一个RE点大写的I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结果 好 我们可以看到 一旦我们加入了这样一个RE点大写的I 我们就可以通过小写的C 也可以匹配到这样的一个C Sharp了 这个模式的作用 就是让我们的证则表达式的匹配 忽略这样的一个字母的大小写 好 那么这里我们要补充说明一点 就是RE点I 只是好几种模式中的其中一种 对于这样的一个函数的第三个参数 模式参数来说的话 它不仅仅只能接收一种模式 它是可以接收好几种模式的 好 那么多个模式之间 我们使用这样的一个数线 把它们给连接在一起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一个模式 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也有一定的用处 但是我觉得用的最多的 可能还是忽略大小写 好 那么要讲RE点大现在S 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我们需要回顾一下 我们之前的一个课程 好 我们回到我们C5这个模块这里来 当时给大家介绍概括字符集的时候 介绍了这样的一个三大类 包括数字 然后单词字符以及空白字符 好 那么其实当时这里还有一个 我们补充说明一下 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概括字符 叫做这样的 是这样一个点 点表示什么意思 点表示 我们写一下 匹配除 换航幅之外 其他所有字符 也就是说只有换航幅 换航幅 我们加一下 反斜-n 它是无法匹配的 其他的 其他的它都可以匹配 好 那么介绍了点号的 所匹配的字符之后 我们就可以回到这里来解释一下 re点大写s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如果你在一个正则改输式的第三个参数模式里面 加入了这样一个re点大写s的话 那么它表示的意思就是 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点号将匹配所有的字符 包括这样一个换航幅 只用这样的一个语言描述 大家可能印象不深刻 我们实际的能拿示例来看一下 我们先把这样的一个s匹配模式 把它给去掉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里面 加入一个这样一个换航幅 反斜-n 好 然后我们在c项目表达式的后面 加上一个点号 然后我们再为点号指定一个数量词1 那么这个表达式的意思 就是它需要去首先匹配c项目 然后它将匹配任意的一个字符 包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换航幅 那么如果我们不加这样一个大写的s模式的话 它可不可以实现我们刚刚的这样一个匹配的意图 我们看一下 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点号 它没有被我们的模式大写的s所支持 所以说它的本身的意思是 它不能够匹配这样的一个反斜-n 所以说导致你的这样的一个正在百分之的匹配 是不成功的 所以说得到了一个空的列表 好 那么一旦我们在这里加上了这样的一个 re点大写的s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匹配的结果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可以成功的 匹配像这样的一个 c项目 然后一个这样的一个反斜-n 好 那么从这个示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两点 第一点是re点大写的s 它的一个作用 就是改变这样的一个点号的行为 让它可以匹配这样的一个换行服务 好 另外一点 我们也可以看到 re点i和re点s同时生效了 因为我们这里的c是小写的 由于我们加入了re点大写的i 它将忽略这样的一个大小写 从而使我们的表达式能够匹配成功 好 很多同学 由于这样的一个习惯性的思维 他会认为 这个竖线代表的是这样一个all 或就是说re点i和re点s 只能执行其中的一个 但是这个不是的 它表示的其实是一个且关系 你既要忽略大小写 还要支持对我们点号的行为的改变 两个都需要支持 那么同样 如果你还想支持其他的匹配模式的话 你可以继续在后面增加这样的一个 竖线来加入更多的匹配模式 好 那么还有几种匹配模式 我们用的比较少 这里就不再给大家的一一列举了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下去了之后 自己去查一下资料 好 那么我们说过了 我们重要的还是讲这样一个原理和思路 我们已经告诉大家了 第三个参数它有什么作用 而且我们也举了两个例子 那么剩下的模式 还是希望大家下去了之后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再去查一下资料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 关于这样的一个匹配模式的 这样的一个作用和用法 也告诉大家了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